俄罗斯前总统叶利庆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 外国领导人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领导 对叶利庆评价很高 但是俄罗斯国内的民众普遍不喜欢叶利庆 在2012年俄罗斯做过的一项调查显示 全国只有2%的人支持叶利庆 叶利庆在执政期间 真正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极少 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而做了几件有影响的大事 他显得强势而又独断 做出的一些决定往往很出人意料 因此在20世纪只有一天还在任期间的叶利庆 突然宣布辞职并且把总统的权力 移交给了宁不见经传的普京 这个决定震惊了所有人 据叶利庆的女儿回忆 叶利庆在宣布这个决定的当天 普京曾经劝叶利庆不要辞职 因为普京还没做好当总统的准备 但是叶利庆回答说 作为俄罗斯的一份子 我觉得我必须这样做 因为俄罗斯现在急需一位年轻 又有能力 又魄力 又智慧的人 来带领俄罗斯走进新世界 让俄罗斯重新振兴起来 叶利庆之所以选择普京 也是叶利庆做了长时间的观察和考验 在叶利庆的大力提携和帮扶下 把普京送上了总统的宝座 所以在普京做了总统之后 首先颁布的命令就是关于 退休总统的待遇问题 不但对叶利庆经济上尽量满足 在个人的生活上 也是由国家派出保卫人员和交通设备 对于叶利庆的家人 除了政治方面的 其他方面也是尽量满足 因此叶利庆的遗孀和两个女儿 生活也是无忧无虑 叶利庆的遗孀 奈娜也充分为俄罗斯政府考虑 不但自愿搬出了在国家的别宿 还利用自己晚年的影响 力所能及地做了许多慈善事业 在奈娜85岁生日那天 普京还专门抽出实践在 克里姆林宫为奈娜举办了生日夜会 普京在对待提携自己的叶利庆 各方面照顾 也是做到了人之意境